养犬猫最要在家里 最重要的就是环境清洁的问题 再来就是噪音的问题 这个你四种都要想办法去改善 而且现在就是说包括透天的 你一个动静 尤其是有效率的人 对这个噪音的感觉会比一般人来得更强烈 有时候我们都要替别人考虑一下 然后尤其是在公益里面 我想大部分住公益的人 就是上面有一点点声响 下面的楼层的楼下的住屋 一定是感觉更强烈 就是这个噪音的尤其是公益 我想这是更严重 那么我希望这位师傅说 我想他基本上依照问题 或是他本身没有自觉 这个环境清洁的问题 已经影响到其他住屋 我可能他是已经不自觉的 那么他如果在这方面有困难的话 依照我们学位 还有包括我本人将近20年 在长期救援照顾这些浪浪的经验 我想先去了解下他的整个环境的状况 还有他的浅子的饲养状况 我想我们是可以从旁去协助他的 我希望就是说最大的 结果就是这些浅子还是基本上在他四足跟浅子都熟悉的环境里面 那他继续照顾他 他如果有哪些处理不当 我希望说可以有人旁边去辅助他 去辅导他 然后造成灵机 左灵游舍这个环境的问题 还有就是照应的 他应该要去注意要去改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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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tea 好